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我们在晚上一起聚会,敬拜神。 晚上我们继续根据《使徒行传》21章的内容。 我们上次查考到17节到20节的这一段。 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 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们欢欢喜喜地接待这一群远方来的同工。 从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欢欢喜喜地接待这一件事情。 我们也来学习了接待的道理。 包括教会的接待。 家庭的接待。 个人的接待。 如果你是为了主的名, 你所接待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 并且如果您接待神的功能。 神的功能在工作当中 所得到的赏识 那位接待的功能要一同得到赏识 这是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 所学习的道理 那保罗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后 在十八节这里谈到一件事情 那这是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天 那这里说保罗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这一节圣经章的记录 以前都是这些教会的代表 或者是一些同工跟着保罗去哪里 像他们从马其顿亚开亚那边到耶路撒冷就是跟着保罗一起回来 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谈到 到了耶路撒冷之后 是保罗跟着这群工人去见雅各和长老 所以路撒冷之后 所以路撒冷之后 是保罗跟着我们去见雅各 这些同工 这些同工包含了路加医生 还有马其顿七个人的代表团 还有包括十六节那里所讲的 在雅各亚的时候 一些雅各亚的同工也一起来到耶路撒冷 所以到了耶路撒冷之后 这群同工变成了主要的工作的人员 因为他们是带着每一个教会 马其顿的每一个教会的奉献捐款 要来帮助耶路撒冷 当然到了耶路撒冷之后 会以马其顿的这些同工为主要的工作人员 而在这当中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是来找雅各 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那其他的这些使徒去哪里了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每次有使徒 就是雅各、彼得、约翰 他们的名字都放在一起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使徒 可是路撒冷之后 可是路撒冷之后 特别记录是他们来看 来会见雅各 然后耶路撒冷之后 所以我就这样子在想 整个耶路撒冷有关信徒奉献的财务的奉献钱 奉献东西的这些工作 是由雅各在负责 那因为长老就是教会的管理者 是监督 所以长老们也都在这个地方 那从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要来学习一件事 就是教会里面的奔公 奔公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像我们现在有五个专职 那五个专职当中 他们也有奔公 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 是不是知道我们这些专职 他负责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关教会安排聚会的工作人员 这个是教务的工作 而教务又是对外面 又是代表教会 那许多的事情都是要有教务 成为一个召集人 就召请大家 我们大家来讨论 我们大家来开会 我们大家来做圣工 那教务的工作 那教务做教务的工作 只要跟崇拜聚会 跟这些事情有相关的 就是总务来负责 那我们也有总务的工作 那总务又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煮饭、扫地、清洁的 这些事务性的工作 那总务他就要负责安排 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来参与 不是什么事情都找不到人 我自己做 找不到人我自己做 这样会没有办法训练 更多的功能出来 虽然很认真的 很负责的 做好自己总务的工作 如果没有训练更多的信徒 大家一起来做圣工 有一天这个总务如果主耶稣把他带走了 以后大家都没有办事了 聚会之前都没有人清洁了 所以有一些事情他就是要有传承 所以在分工之后就必须有一个训练的机会 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多多的参与圣工被教会安排 当然做圣工的人 他就是为主耶稣在做圣工 那我们总务的部分也有一些文书的这些登记啊 资料的整理 而且常常要对外 好像跟政府 跟一些相关的 这些人员 要有一些的来往 像是在婚姻的期间 政府的规定 村长就会来讲 或者是有那个公文就出来 那我们在专职里头就有专门的人来做相关的工作 那我们也有财务啊 财务就是负责收奉献的钱 那我们财务有两个 一个财务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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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己一个人管钱又管财 有时候 当人软弱的时候 自己就拿教会的钱 然后自己就继 继承教会的财 但是钱都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所以教会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我们都有分工 那当然如果我们弟兄姐妹 在教会的一些工作上 你参与了哪个部分 那你就要直接跟负责的专职 有一些的沟通协调 当然如果对专职来讲 我们就是自己负责好自己应该要做的事 但是虽然是分工 可是不能够没有合作 因为我们教会从来就是一体的 它不是各自分开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教会的一些重要的工作 可能这是教务 他要负责的 但是是需要全部的专职 大家一起来开会 来讨论 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 要怎么来推动 其他的负责人也都可以完全了解教会各样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头这样的记录 保罗跟着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也在那个地方 不是其他的使徒跑去玩 跑去做其他的事情 都不管了 我想当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 教会的圣经那么兴旺 当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 教会的圣经那么兴旺 当时候教会里头大大小小的工人一定都是同心合一的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在教会发展过程必须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要来学习在主言书里面我们一体的一体的 这样的观念一体的精神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 为什么我们在主耶稣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合一 为什么我们能够分工而且又合作 原来我们领受的是同样的从主耶稣那里来的圣灵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 我们念到第七节 我认识的一天сыл从父神之一 封张的眼都是七大玛 第二章四节 在教会发展的过程 大家可以同心合意 能够奔公按着神给你的能力 按着神给你的恩赐可以奔公 可是我们却又要彼此合作 这是教会发展过程当中不能少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有这样的说明 为什么要特别给哥林多教会有道理上的教导呢 原来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常常会纷争 我跟你的意见不一样 那我就是跟你会有冲突 那里头有很多重要的功能 结果有一些信徒他认同这个 好,我支持你 所以只要这个工作人员 这个工作人讲的全部都听你的 如果是另外一个工作人 什么都反对 反正我的意见就是跟你不一样 反正我的意见就是跟你不一样 我们都是负责的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这个负责人也会有一些信徒就跟着他 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个头 那教会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同心 没有办法合意 可是我们聚会都在这里 那不能说,今天他们来在这里聚会 那我们离开 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起聚会 因为我们观念不同 不属他们的 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就是神的家 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 都是这样子分真结党 那其实每个人都是对 每个人都是错 每个人都对师说 他们每个人都讲说 我们都是为主耶稣啊 我们都是很热心的要做圣工啊 我就是为主耶稣中心 所以才要反对你的意见 看起来好像 真的是很为主耶稣热心做圣工 可是其实这样分争 彼此伤害 这是在分裂教会 所以当我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 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 第十节 到第十四节 我们来读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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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代理 是自然而不是 我们来读这不可分道 只要一心 我就在这间 就是每个人都想咸 吃了看 我说 我们在家里能让你 读这一段 我提起 你心的 我们来读这些 我是屬基督的 我是屬基督的 基督是正开的吗 基督是正开的吗 基督会你们定了世界吗 你们是宝宝的 保罗的名受了喜好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觉得基督是不应该有意外 我没有你们一个人的支持 我没有你们一个人的支持 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 其实刚离开哥林多教会没有多久 所以哥林多教会等于说 是刚建立没有几年的一个教会 那当人的意识太过强烈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就是让我们跟神和好 也让我们人跟人和好 成为一体 除了神的道理以外 因为让我们要在道理里面合一 成为一体 道理的观念既然是一样的 我们就要认清楚 我们都是主内的一家人 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 那更重要的是有灵 有主耶稣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所以当人的意识 意念太强的时候 神的道理是知道 可是大家都不愿意谦卑下来 就没有办法在神的真理里面合一 人的意念太强 圣灵想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都很困难 因为人的意识已经高过了神的意识 当时候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 所以教会虽然被建立起来了 可是教会的内部 却产生了笨真跟解答 那我们就来想这个问题 如果说教会要同心合一心旺福音 大家要同心合一来建立基督的教会 建立基督的身体 结果当人的意念太强的时候 神的真理进不到他的里面 神的圣灵也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 运行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 那能力太强怎么分工合作 没有办法分工合作 教会的圣工怎么可能兴旺 所以保罗先给哥林多教会的信 一直到第四章就在讲 大家都很有恩赐啊 在哪里面讲 我会想说 那自己会想说 你会想说 我会想说 在这段階里面的 如果能听到 那么些人就在那里面 我会想说 这是个人的信心 就是在这道德里面 大家的能力都很强 我会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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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会想说 我会想说 其实他在这道德里面 我会想说 你会想说 那每个人都说我是为主耶稣乐心 所以不愿意彼此顺服 能力那么强有什么用 能力那么强只是用更强的力量在分裂神的教会 分开基督的身体而已 但是神给我们有这么好的能力 是要来做分裂教会的事情吗 神给人能力给人恩赐 是要来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功 所以圣灵虽然有分别 但是我们都要在灵里面能够被圣灵引导 圣灵只有一位 指示就是说你负责的事情虽然有分别 我们讲的这个是十二章 一开始我们读的那个十二章的第五节 你的恩赐不一样 你负责的职分不一样 那神给你的功用也当然是不一样的 可是宝罗告诉我们 灵是一样的 主只有一个 神是一个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就是主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是要让我们可以完成神的工作 让我们得到益处 而且圣灵的运行 是按照圣灵自己 按照神自己 那人愿不愿意顺务 当我们看到使徒时代教会的发展 是能够同心合一 一心一意 而且大家能够同心合一 心旺福音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柬埔寨 教会所需要的 当然我们现在的人还少 我们在今边了不起聚会 人数比较多就是四十几个到五十个 可是我们人虽然少 有时候我们意见还是不一样 有时候在教会的一些工作上 我们还是都有自己的想法 意见也不一样 那到底谁要听谁的 到底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有时候不要去想那么多 我们先学习每个人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就是要先学习谦卑 就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主耶稣讲的话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跟三十节 这是我们很熟的经节 因为很多信徒都知道 因为讲到的人也常常讲到这个经节 主耶稣这样说 我心里 柔和谦卑 你们要护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才能够得到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诞词是清神的 这句话里头 它有很多层面的意思 因为在这一段里面 主耶稣先告诉我们 老苦但中淡的人 可以到耶稣这里来 那谁是老苦但中淡的人呢 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 还没有认识耶稣 还没有相信耶稣 还没有得到耶稣的恩典的人 可能因为他活在这个世界 有生病有很多的压力 有很多的问题 可能让他走投无路了 不知道怎么办 有人就 我自杀了 算了 死一死就好了 可是也有很多人 他也想到说 我自杀也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自杀是很不负责任的人 他自己受苦受不了了 想说 我不管了 我死掉就好了 可是这个人意思 他的压力 会落到他家里面 最亲密的人的身上 可能是他的父母亲 可能是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老公 可能是自己的孩子 可能是兄弟姐妹 所以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吗 只是自己逃避 不可面对 把这个责任丢给别人 只是自己逃避 不可面对 把这个责任丢给别人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走投无路的人 我们就用这个经节来勉励他 来主耶稣这里 主耶稣会让你得到安息 会帮助你 然后我们就跟这个目道者讲说 你要谦卑啊 你要柔和啊 要好好的把主耶稣的话听进去 所以当你谦卑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求主帮助你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 就是因为这样子得到恩典 所以才来信耶稣 所以这句话对目道朋友可以用 可是主耶稣的话 他是有生命的 主耶稣的话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作用 所以说的话可以让每一个人 不管你有信耶稣 没有信耶稣 你都可以得到益处 所以这句话不应该只是 用来对目道朋友的勉励而已啊 那我请问我们弟兄姐妹 请问 你现在洗礼啦 你信耶稣啦 那你有没有劳苦重担 你信耶稣啦 你信耶稣啦 你都没有压力 你都没有生活的重担 你都没有让你觉得很辛苦 很难过的事情吗 其实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虽然受洗了在主耶稣里面 可是我们的压力重担还是很重啊 那你不要以为 我已经受洗了 我在主耶稣里面了 那你有没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 劳苦重担 但是他没有来到主耶稣面前啊 当你没有来清净主 你就不会了解我们的主 原来我们的主 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救我们 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些苦难啊 当他成为人的时候 曾经也为了天父的旨意 他去感染山的那个 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啊 路加福音说 他汗如雪滴 这样子滴下来啦 他跟人时下来的 他在死体的 西勃来说 他曾经大声的 流¿得这样子的来 向天父祷告啊 但是我必不Ha threw 他也是 attacked 拿 Status 纸牢将 天族 dedim 西勃来书的 第七节 起伯来说的作者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啊 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要让他大声的祷告 大声的哀哭 难道这个事情对耶稣带着肉体的耶稣来讲不是劳苦重担吗 可是因为他经历过 最终也是学习顺服天父的旨意 学习顺服啊那个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表现啊 正因为耶稣曾经经历过这一些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才告诉我们说 他凡事都受过失败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啊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这样 那既然主耶稣能够体恤又知道我们的软弱是这样 那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还劳苦重担呢 我们不是已经信耶稣在主里里面了吗 但是为什么还会劳苦重担呢 你有没有来到主面前 你有没有多多去体会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做过的一切 什么一切的事情 因为他柔和谦卑顺服最终还是顺服 就因为学习的顺服所以那个压力就卸下来了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的第一个人 弟兄姐妹也是需要这样的啊 也包含我们所有的做生工的人 我们面对很多事我们都有压力 没错 可是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不能让这个压力成为阻碍我们进步成长的原因啊 当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学习顺服 当你勇敢地去面对各样的苦难 面对各样的重担的时候 那你就会柔和谦卑 你就会让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来运行 来带领你 然后神的话就会在你的里面产生的力量 因为你柔和谦卑 你学习了顺服 因为你学习了主耶稣的样式 这样子当你面对同灵 面对同工 你就不会觉得我是最厉害的 你们大家都要听我的 这个就是保罗写给威力比教会的一段话 威力比教会的一段话 保罗写的习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我们圣公人员 我们要学习的 因为这个就是兴望福音 兴望神的教会的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节 佩利比书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佩利比书二章 一节到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这样的音 rooms 第一节我们一起讲 肯定取来 どう语 我必須uspensit一切,祝福神是否讓壹下앙,祝福一切,雖然主義的壹清,祝福一切,祝福共組,祝福一切,祝福一切,祝福一切 彼此第一次和我們的祝福一切,祝福祝福不有的事。 字幕说明遗憾 在这一段里面,这是保罗给惠利比的教会。 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在这封信的最前面, 你看第一章的第五节, 因为保罗说,我每次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神, 每次在祷告的时候,想到你们,我心里都是很高兴的,很温馨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可以让保罗这么欢喜快乐, 每次想到都是,啊,很快乐,很喜乐啊, 第五节那里就告诉我们答案了, 问题总在后面,这个专词都听得懂了, 第五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心旺呼应。 原来这个教会就是能够同心合意,心旺呼应啊。 那我们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做一个对比。 耶路撒冷当时候教会,圣工能够那么发达,那么发展,是不是大家都是同心合意的? 如果你要知道答案,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就有答案了。 所以,神的功能,跟所有的信徒, 在一个教会发展的过程,同心合意绝对是神的教会心旺的原因。 可是在同心合意当中,魔鬼就常常要来捞乱啊。 那魔鬼有一招就是,让你们不能同心,你们自己以自己为主,都是自己最厉害。 所以,当能力越强的时候,恩赐越大的时候,就越不听别人的话。 你太骄傲了啊。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会,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那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呢?在哪里啊? 都不见了啊。在这种以自我为主的人身上,都不见了。 所以保罗才要提醒菲利比的教会。 因为事实上,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开始也有一点纷争出现了。 这就是魔鬼的工作。 所以保罗鼓励,勉励大家要心都一样,而且要站得稳。 我们必须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让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 但神的灵,神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带头。 那我们教会所有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就意念想法一样,同样的心,同样的想法,同样做生法。 2章3节,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无的荣耀。 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 很多事情不要只顾着自己啊,你要想想别的。 第五节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心。 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的就是体会基督的心肠。 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心理的柔和谦卑。 那我们作为神的工人,就要护主的恶。 因为这是主耶稣交给我们的工作。 让大家能够在主的真理里面,在主的灵里面,我们同心合一。 我想这就是我们,不管在哪个时代,神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原则。 所以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 他跟着马其顿神的七人代表, 还有该撒利亚这些信徒,他们一起去见雅各,去见长老。 在这些什么图前有人是在当鲁视宝敞的灵里面的原则。 所以没发生人物也在在这些市场里面的一个伴供活动。 还在彼此的存控。 所以保罗不是永遠都是在做代頭的啦 因為他學會耶穌基督的柔和千倍 所以願主耶穌的道理讓我們得到幫助,造就 那特別,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起來學習 我們就可以彼此成長 我們就可以大家同心合意的行往鼓音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就大家好